大家好,歡迎回到即場教導知有問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還有一個新秘的嘉賓 是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Wafi Wafi,你好 Wafi,我們先介紹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這位家庭觀眾是余小姐 想買一隻1345 本身是有貨的,中國先鋒醫藥 她本身在3.77元入入了這兩天 跌了差不多3毫子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中線有沒有機會分回她的家鄉 以先鋒醫藥來計算 3.77元入了 其實我覺得就暫時 依然來說都超過成一成 我覺得如果以短線角度去看 你說要去做指示或怎樣做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去考慮 因為如果以分析先鋒醫藥來計算 本身就招架 即是上線不太難 招架本身4.1元 上線之後你見到不斷都是潛水 曾經在大概3.7的位置打了底 還了一段時間 但似乎這幾天開始跌下來那一刻 其實連這些大的支持位置 都叫做跌穿了 變相你見到這幾天跌下來那一刻 穿了之餘 更加叫做越來越急 明顯有25多支大的陰燭下來了 而且股額依然是慢慢上升 所以整個勢頭來看 似乎就真的不是太過好 所以如果以這刻來計算 始終3.75和3.30 3.30都是一成左右 我覺得開始減一減磅 我覺得可以 因為反過來說 如果以這刻不走 都在怕來 有機會往下試可能3元的水平 所以這刻與期可以走得到的時候 其實挺建議考慮減一減磅 我們先在離場 多謝家庭觀眾 余小姐的電郵 另外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吳小姐的電話旁邊 吳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想問你 2800、282、663 甚麼單位買 第一住好呢 三社未有貨,三社想買 先和你看看刑戶基金 今天跌5,23.4毫 然後恆子走 恆子昨天大跌 剛才提到相關的衍生工具方面 投資者普遍都是看好的部署居多 對後市都有信心 現在趁低罵人好嗎 以炎庫基金來說 本身如果市場沒有貨 現在想考慮第一住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在這些價位 都可以去考考慮 即23個領到這邊位 其實可以試第一住 因為這樣說 雖然說真句 不知道市跌夠了嗎 或者不知道市跌完美 但我自己也同意一點 和各別的投資者 即是和大家投資者都是這樣看 對市後市都然有信心 特別以昨天來說 沒錯市是急跌下來的 但是跌的主因大股資 可能不多那麼少 擔心內地方面的 中央經濟觀眾會議 或者對夏年方面的經濟的看法 但是似乎這些都是大家 做少許的憂慮 或者是股緊的情況 而不是實質已經出來的事實 所以你說這些因素 令市繼續大跌下去呢 或者是否有個實質的資產性跌下去呢 我覺得又未必這樣說 所以反而你看到昨天跌完之後 雖然昨晚美股都是跌 但是今天港股已經開始 初步是跌了一點點了 即是不用再進一步下試 所以在這位置來說 我猜中可能第一主 有機會是有個初步見證的現象 所以如果你是肯去分階段入市的時候 其實現在第一主我都可以去試一試 而且以技術方面來說 特別是營富基金來看 昨天這樣跌下來 以及今天這位置23個嶺這邊位置 拉過去看正正就是這個裂口的頂部位置 所以如果只要這些位置不再跌穿下去 或者不是支持得到的時候 有機會做反彈 所以反而現在做第一主 如果第一主之後 假設猜對的 當然上升去到股價上升的一個因素 但反而如果猜錯了 或者看錯了慢慢繼續下降的時候 第二主是甚麼位置呢 第二主來說我都可以輕輕放在大概23元 如果你比較這樣說 不要再慢慢下降 23元做回第二主的賣入價 別上到時計 我覺得一起以目標價 大概24.3.5元以上 做回目標價 我覺得可以這樣去分交段入28元 好 麻煩你 另外家庭觀眾想問一下 南方A50 同樣都未有貨 都是指數基金來的 但追蹤者A股 現價9.53元 今天跌一線 昨天A股三大指數跌超過1% 今天稍為靠穩 未有貨的話 又可否入第一主呢 以220來計算 就算想買暗 即是想入市也好 我會建議稍為看一看 因為剛才說的點沒錯 港股我覺得有過初步喘的現象 但內地市當然不是看得差 但很多市都是 內地市的波幅性會比較明顯一點 可能有時跌完第一天急跌之後 第二天有機會再跟跌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離陰短期依然有可能反覆去到震一震的可能性 但當然未必跌得太多 所以反而就是撐一撐 這一段有機會震一震的時候 A50有機會補一補 即是222 所以暫時如果以222來計算 我覺得價位利档可以撐回大概9.4左右 如果這一層有機會落回9.4這邊位 我會覺得可以去入一入市 因為如果9.4拉過去看 其實是見到幾次的 不論你10月中 或者之前8月、7月等等 全部都在大概9.4左右反覆 即是一時是阻力、一時是支持 所以要以9.4做回這一層比較明確的支持位 只要不穿 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去入一入市 反而上到時來說 以大概10元1號樓上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的 如果真的要訂一個所謂的支持位 我會放回9元邊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這一段時間不穿9元邊 其實不是太急於做回支持的舉動 好 麻煩你了 另外 663 輝山雨孽 吳小姐仍未有貨 現價2.81 跌1先下來 今天最多見過2.77 又能否入得過呢 以663來說 其實這隻之前的牌有很多價利股造物 亦是比較受追捧的其中一隻股份 當然你說為何受追捧 絕對因為它的業務 始終做回雨孽的概念 特別是牧場為主 變相一個上游的業務 大家對原來的售價或需求來說 有一個不錯的看法 這些股價或追捧性不斷有 但到這一刻來計算 其實業股開始有少許炒到水尾 所以如果這一刻進入 我覺得不是說差 但有機會等一等 才再捕捉下一年的升浪 所以這樣看回 如果願意去捱這段時間 或者不介意等的話 其實你說這些價位 我覺得都可以去試一試 因為就要以這個價位兩岸八島的邊位 拉過去看 其實都是之前這下急升上來的一些位置 所以其實之前都不斷說 就是看兩岸八舟這邊位 能不能夠喘零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可以開始部署入市 我覺得如果這些位置 你試第一次試 試第一次的 我覺得可以考考慮 變相到時來說 以大概三元零五仙樓上 做第一陣目標價 因為拉過去看的一樣 是這個環區域的一個底部位 以三元零五仙 做短暫目標價 而下面的 始終這些股份都是不斷地下降的勢頭 純粹一入的 可能薄基本面好之餘 看看有沒有機會接下來有一個反彈 所以下面也要定下指示位 而指示位來說 我可以放回這個區域的底部 大概2.6.8左右 2.6.8如果短期穿得 才考慮自己洩利在離場 好 勞勞 也多謝家庭觀眾吳小姐電話 下位家庭觀眾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早晨 早晨 我上次問你 兩支股票 之前問過 你提供6.8入市 是不是真的照顧6.8入市 好 現價7.11 定超過2% 是不是等到6.8可以買 其實之前這樣說 如果2.6.8 絕對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價位 因為這樣說上熱玻璃 其實不斷重申很多次了 機部面一定不是差的 甚至我覺得看法一定是好 因為以其他意務來說 都不用多說 始終玻璃的需求 特別防發玻璃來計算 預期下年已經有機會 上升之外 更加玻璃的價格 其實從今年開始 已經不斷慢慢上升了 所以這些因素之下 我預期對上熱玻璃 其實一定有個不錯的幫助 而且以此之外 不斷提到就是有個新的電子玻璃投產 這些因素其實對盈利的貢獻來看 未必即時很大 但起碼會有多過盈利的貢獻 自然我相信來看 對業務上看或業績上看 會有個不錯的看法 所以以基本上來說 一定是比較不錯的 但只不過我之前說了一點 為何看6.8呢 因為當時的勢頭有個下降緊的現象 或者有個調整的現象 所以比較靚一點的價位捕捉 所以其實這刻我覺得依然是差不多 暫時看6.8至7元是哪裏 我覺得這兩毫子的拒隔 拒隔可以考慮去試一試吸納 如果你真的想安心點 等美一點的價位 當然是6.8 但如果比較 你想比較急一點 也想去試一試 我覺得7元是哪裏 其實都可以去考慮 只要定位置 下面來看 之前都說過 如果大概是6.3左右的位置 我覺得不穿下去 其實就不用那麼急去支持住 反而看看有沒有機會 後市來計算 慢慢做好一點之餘 以7.8 做回這件短暫的第一件目標價 好 佑小姐 還想問哪一隻股份 問一隻 六八三三 是誰都問的 是 那你是哪裏買的 請你 好 海通現價13.34 選甚麼位置買好一點 以這支海通來計算 如果之前那些註碼 都叫走貨或賺了錢 下了袋的時候 這支選擇選什麼位置買呢 我覺得其實雖然今天有些反彈 或者慢慢廿天線開始有些好像支持在這裏 但是比較安全一點這樣說 我會建議稍微看多一點 特別剛才說的點贈浪地市 接下來都依然有機會反覆著 所以比較靚一點的價位 我覺得後退大概13元以下 如果這一陣子有機會試乘近13元 或者12.8了這邊的位置 其實可以去考考慮入市 變相到時來說 以回之前第一站不斷說 之前是頂的14.5元 做回目標價 當然破到就再上網都不遲 反而如果這一註理是大概12.8至13元 都入市的時候 下面來講以回什麼位置做回止蝕 我都可以回這個列口的底部位 借近11.9左右做回止蝕位 穿回11.9才考慮到止蝕離場 好,謝謝 亦都多謝家庭觀眾邱小姐的電話 另外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家庭觀眾就想問有隻信義光能 她就說信義光能968一密上市 走勢好像不錯,應不應該繼續持有 太陽能產品過剩對她來說又有沒有影響呢 以回五隻信義光能來計 剛剛今天是信義玻璃分拆出來上市 變相分拆出來就沒有招呼價 以回上市第一口價做回開市價 當時九毫半市 現在的確現在一元一號七 或者以今早一元三號幾高位來看 依然升得不錯 現在的確那個勢頭好像很好 但你說追不追得過呢 或者會不會受到玻璃方面的業務有影響呢 我覺得說真,以信義光能來計 主要做一些太陽能的玻璃方面的業務為主 就不同一些傳統的玻璃 說片上來說,我覺得影響性未必太大 而且以這一刻,信義光能始終是大家都看得比較重的新股 或者是分拆出來的新股 說片上我相信一點 以今天的看法,或者現在的成交論來看 短期應該可以炒一炒 需要好看你的部署 假設你真的想駁短線有一點升幅 你說這些價位輕輕地追,我覺得可以考一考慮 只要定下止蝕位,以現在1.167元再追 我覺得以1.167元再追,以1.167元再追 以1.167元再做短暫的止蝕位都可以 上面的,再以今日的頂,1.32元再做目標價 但反過來,如果你真的想捕捉一個比較中善的持有心態 反而建議不要急於這位置追 反而等這一輪新股熱潮結束之後 慢慢的價格溫暖一點,或者穿頂一點 才再考慮到未遲 我覺得好看你的部署是怎樣 好,謝謝 另外,他亦想問一下 他本身持有,就是阿媽,868,信義玻璃 他說有沒有力再上,還是應該減時 他說因為看到近來信義玻璃,股價持續下跌 有些擔心 以信義玻璃來說,的確剛才也說了一點 我自己對他的基本面看法,絕對依然好 但只不過就是這一陣 有少少的反覆下市的因素 但你說要不要緊急離開 我覺得這些價位比較尷尬 我反而覺得可以建議看多一點 正如剛才解答另一位家庭觀眾說的時候 也是,後面價位就7元左右 只要這一陣,我覺得7元那些位置不打穿的時候 本身如果你是在生活上有貨的 其實就不用那麼急 去到無論止蝕或走貨 所以先看看7元那些大位置不穿的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看看有沒有機會 當這一陣傳營完之後 一樣,移回7.8元左右 做回第一陣目標價 好,謝謝 另外,我們解答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袁小姐想問一隻3998波斯燈 她說過百買了,應不應該止蝕 還是可以持續長時間 如果可以持續長一點,目標價還是多少錢 波斯燈現在一國五毫一,涉及幅度都差不多 接近一成,怎樣做好呢 以過百購買,其實現在一國半 其實更加不止一成 的確虧損比較大 沒錯,這隻股份之前自己推介過 但當時建議大家指示位百分過六 你看到打出完之後,其實不斷下市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跟到過指示的部署 現在怎樣做呢 講真一句,如果現在叫你離開 我覺得虧損比較大 我覺得反而與其持續長了一段時間 或者沒有走到的時候 稍微叫做大家等 看看價格能不能夠在慢慢來年尾之後 或者慢慢有一個反彈 需要逢高做減遲 暫時第一站來說 以大概過六島這邊的位置做一個目標 到這位置,如果你真的很想減一減半 或者換錢買其他貨 才考慮去套一套演 但這價位,我會建議稍微先不要做太多 好,多謝家庭觀眾,袁小姐的電郵 另外家庭觀眾,柯小姐在電郵旁邊 柯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 早晨,我想換新股S359 是 順達 我想要不要賺到它 好,Wafi怎樣做 以信達來計,S359 如果你本身稍微抽了回來 究竟好不好賺到它先走了呢 其實我覺得這樣說 好看你對這隻股份買的部署是怎樣 如果你純粹一個炒新股角度的話 我覺得以今天來計,現在四個三無幾 四個四左右,同源本三五無八招價來說 都要有約近兩成樓上的利益 其實以新股短炒角度來看 絕對建議先走一走貨 我覺得可以這樣補貼 但相反來說,如果你是純粹買一個 真的買它機半面的 買它業務的 純粹買一個不是炒新股意潮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等都無貨 但這樣說真句 如果你真的買這東西的時候 會建議怎樣呢 就是接下來 當這一股升完之後 其實你現在的價格 有機會回到一點 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下近四元二毫也不出奇 所以好看你的耐力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反覆下回來 你說拿著先都可以 但如果你純粹以短炒角度想賺的 其實這價位大約四個四 我覺得開始叫做和尚利先都可以考慮 還有其他問題? 柯小姐 如果有短線,這個價位可以賺到它 短線我覺得差不多 始終都有兩成以上的利益在手 好,謝謝家庭觀眾柯小姐 電話教,這節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要問回Wafi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自己有持有呢? 沒有 謝謝 待會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見面